澳门居民收入中位数已经达到一万元 不过还有近三万人月薪才不过三四千元 其中清洁员和保洁员更成为低薪水的重灾区 每天工作于十二个小时时薪还不到十块钱 这些成员李静怡就说 最低工资早在1998年写进《老公法》 但具体的法律草案却至今不见踪影 定立这个法律我觉得是保障低薪雇员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在推动的过程之中 政府也都不可以在这里态度外媒 我们会觉得这一件事我们要静静细细细去做 李静怡认为应先在清洁和保安范畴推行最低工资 实心二十三元 不过有学者就倾向最低工资应该划一实施 用23元来说开足工的话它是五千三元左右 据据话说其实具体占了入息中位数里面 不过苏文新也认同最低工资不应该低于23元 澳雅卫视唐贤荣鹏爱次陈建澳门报道